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沫卫 几乎三国杀 首先第一则录像是一个魏妍的主视角 这是个反贼 这更新之后 魏妍的技能已经变了 首先狂鼓在满血的时候 也可以发动 可以自己选择是回血还是摸牌 是吧 如果你没有掉血了 肯定就选择摸牌了 这样的话魏妍就不像以前 这个狂鼓满血的时候 那个我们的魏妍就白板了 是吧 好 这是第一 第二给他加了一个霸气的限定机 奇谋 他出牌阶段的时候 可以失去任意点体力 然后呢 失去多少点体力 你跟其他人的距离就减多少 同时可以多出多少张杀 比如说如果你失去三点体力 那你基本上跟全场的距离都是一了 是吧 同时又可以出四次 四次杀 好 我们看王姬第一回合最凶浓的时候 吃了一个桃子 顺上香 没有给王姬补牌 而自己摸了张牌 王姬马上就把顺上香那是一顿爆打了是大得相当的犀利 毕竟这个王姬是火力最猛的时候 本来他在二号位不知道打谁的时候 只能打主攻的时候 因为吃了一个桃子 使得顺上香不得不暴露了身份 立马就悲剧了 你看刚才顺上香那个气牌气了多少桃子 他当时为什么要点托管 我没有不理解 一种可能是他剩下的两个牌全是桃子 第二种可能是心里比较脆弱 被压制了一下就不想玩了 好 这位邓爱 没有搞顺上香 往我们这儿搞的有点像忠诚 是吧 我们就开了一个五股 顺上香表示被王姬搞一下 正好也要吃饭去了 看来是这个意思 那一上来 主中方就少 就减员一个 我们反对方就应该比较轻松愉快了 当然 如果他不是为了吃饭 他刚才那个给牌 不推荐 他可以多给王姬两张牌 王姬也折腾不起什么风浪 大不了 让他对着主攻打呗 对着主攻打 对于孙侧主攻来说 忠诚并不是 忠诚看见主攻被打 并不是一件多心疼的事情 好 我们其实算是没有动 开了个五股 比较偏反 这个貂蚕搞我们就比较偏中了 张鲁就开了一个万剑 这就不知道偏啥 总之啥都有可能 好在我们有一个伞 当然你不伞 也可以 但是卫言既然已经加强了 是吧 满血也有技能 出了伞也说了过去 但我个人气象 还是留一个伞 防九杀比较妥当 是吧 好 早上唯一一个判官就是张鲁 他挂了一个伞电 非常的犀利 终会 这个应该是跳凡 直接带飞树上枪 树上枪果然气了两个桃 手上一个桃都没有 就是不想玩了 手上是两张烂牌 一个中神就这么减圆了 这把我们反正也肯定会赢得 比较轻松愉快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选呢 主要让大家看看这位卫言的发挥 很显然 卫言如果待会其谋爆发 咱们只有一个啥 那是折腾不起风浪来的 是吧 我们是极其需要牌的 没有牌 你这个光失去体力爆发不起来了 那不是白玩是吧 好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牌呢 我个人的意见是你最好 你自己的低潮 让你的队友去当炮灰 等退友炮灰当的差不多 有这个残血反贼 残血队友出来了 你在一个爆发 收了队友之后 你就有牌了 是吧 我们现在这个牌 肯定是爆不起来的 我们就做看后面的发展 好 这个貂蝉看样子是个反 他刚才这个是个反 为什么要顺我们不顺下家 有点想不通 既然貂蝉是反 那张鲁就是中了 这样的话 貂蝉作为一个反贼 吹响速推的号角 在一个中神打下之后 这个张鲁跟灯爱都比较顿 是吧 貂蝉直接告诉反贼面 不要再围观了 这种情况下 这个围观起来挺难受 直接对着主攻去吧 他觉醒了又能怎么样呢 实际上孙策如果真的觉醒了 又可以跟灯爱囤起来的话 这个他们以三打四 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说这个速推永远是存在风险的 好 我们看既然貂蝉已经吹响了速推的号角了 王姬就不怂了 是吧 王姬把孙策打到两血 如果我们继续打 貂蝉不能打了 只有中会跟上 结果邓爱 而忍耐不住 给了主攻一刀 把主攻打成一血 那我们果断齐谋 是吧 我们就直接摸了两张杀 可以杀三次 好 这时候打中了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 既然我们要速推 主攻 我们就没有选择吸血 而选择了摸牌 是吧 争取多摸到杀 把主攻一把给推掉 我们是可以出四次杀的 这个杀是我们的第三次杀 这个桃子已经求到灯爱阵 看样子是最后一个桃子了 我们如果摸牌 再摸一张进攻牌的话 可惜摸的不是杀 是个蓝蛮 那不要紧 这个蓝蛮甩出去之后 咱一样可以吸 一样可以摸牌 一样可以狂鼓 是吧 打了队友 现在场上所有的人 都跟我们距离为一 你看 一吸 吸了一个貂蝉 要可以在吸张鲁的时候 张鲁把他头上的米 拿回去又是一个桃子 是吧 我们吸中会的时候 来了个杀 但是我们还需要一张杀 才能搞死这个主攻 是吧 好 我们看吸王鸡 能不能 对了 说错了 吸王鸡即使再来杀 我们也是不能再出 不能再出杀了 我们只能出四次杀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个黑桃十六杀 是我们最后一次出杀了 所以我们主角果断的 选择了回血 就不选择摸牌了 是吧 好 这个过河拆桥争取把张鲁 手上那个桃子给拆了 哎 千万不要拆这个装备 哎呀 可惜我们没有这个运气啊 没有把他的那个桃子给拆下 那这样的话 哎 这是我们这时候可以选择回血了 没必要再吸了 你吸了啥也用不了了 最后我们主角有点啊 这个着急了 白白的上市了一次回血的机会 那无所谓了 这这这看样子 中会能不能再跟上 来上一把 把这个主攻给推死 看看中会给不给力了 是吧 好 哎呀 可惜他没有黑砂是个红砂 看看哎呦 这个主攻显然激昂来了桃子 很犀利 哎呀 这主攻又激昂来了 无限可击啊 因为桃子肯定是激昂来的 刚才这个求淘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看见了 是吧 结果这个决斗 还是没有把中会给搞死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主攻还能撑一下啊 又回了一滴血 我们看看王姬 有灌石斧 能不能再打出一波伤害来 这个无中生有 铁锁连环 好 看样子 是不需要我们再行动了 这王姬 这么多牌的王姬 一起弄一下 肯定是的时候 这个是搞起风浪来的 哎呀 结果孙奔居然还要逃啊 还要逃 能是没有死 那这样的话 我们已经不能再发动 限定剂了 限定剂了 是吧 我们只有一次 齐谋的机会 啊 让我们听 但是貂蚕美卑 一起放回来了 终于还是把主攻给推下了 相当的不容易 如果不是我们这个齐谋的话 我们那把把主攻方的桃子 消耗殆尽的话 貂蚕这把是很难 这个这个取得成果的 是吧 哎 那也不一定啊 这貂蚕毕竟有离魂 离魂的这个存在 王姬的桃子在手上 这个张鲁的桃子 在手上是存不住的 是吧 这也是有希望 把这个主攻给推下来的 好 这把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我们这个新卫妍的风采啊 这个齐谋一波带 还是很犀利的啊 尤其是我们摸到一张蓝蛮入侵啊 这个卫妍在齐谋的时候 你手上最好载一张蓝蛮或者万剑 这样的话 一旦甩回去 要么可以把血吸满 要么可以摸一大把牌啊 因为你失去三年体力之后 基本上全场都跟你距离唯一了 这个加强版的魏妍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 当然如果他被激火了 他成为了反贼啊 这个第一 那个敌人的第一激火目标 他的齐谋就不好发挥了 但是你可以在狂鼓的时候啊 这个慢慢的把血量给吸回来啊 让这个对方的这个火力啊 这个打到棉花堆上 也是不错的 好 第二局我们看又是一个反贼 处在六号位啊 这个主攻选择了戒吕布 哎呀 这个主攻还有点非主流啊 六血戒吕布 但实际上他这个戒吕布 作为主攻还是有点束手束脚的 是吧 那个你杀反贼还容易被利益 好 我们选择了心吞三国的界限四马一 还是很犀利的 在六号位改改叛呢 这个这个 这个防防别人的打呀 是吧 或者等等闪电啊 都是不错的 好 六血主攻挂装备 八号位入跳一个中层 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 这个中瑶不知道手上四张牌 给不给力 是吧 好 这个中会二号位非常的低调 挂了个家里码 那个张力去搞这个中会啊 找这个中会划拳 是吧 这应该是跳的是忠诚 而中会肯定是不会展示闪的啊 这个他是不怕掉血 是吧 所以说张力除非用杀啊 去强压这个中会 你是肯定没法顺中会的牌 中会只要不展示闪 这个张力就没法抢中会的牌 顶多让中会掉血 是吧 好 这个周泰也跳了一个反 好 那这样的话 这个周泰算是一个首反了 在四号位跳了一个首反 好 曹丕这一顺 看看应该是跳的忠诚吧 是吧 看看他最后 也可能他是为了顺武器 激活主攻 好 这个火攻 发现曹丕 跳了一个忠诚 这样的话 三个忠诚全部出来 这个按照鼠人头的话 这反贼就应该是这样的了 是吧 我们肯定是路操 路干 这个中瑶 中瑶把八卦阵 置于排队顶 这个八卦阵 就到了我们的队友 邓爱手下了 你大家发现这把反贼有啥特点 主攻选择了输出型的借吕布 反贼针对性的四个人 不约而同 选择了防御型的阵容 号称不动白大阵 当然严格来说 周泰跟司马懿都不能算是不动白 毕竟他们都有主动技能 一个奋机 一个鬼才 但是中瑶跟邓爱 这两个盾将 还是坐镇反贼 还是很猛的 这样的话 祖宗方基本上不知道从谁那里突破 如果愿意的话 张力可以通过划拳 从邓爱这里突破 但是邓爱只要展示伞的话 问题就不太大 张力如果要抢邓爱的装备的话 邓爱是可以稳定囤田的是吧 好张力还没想通 继续搞中会 那中会我说过 他肯定不会展示伞 但是张力显示他有一个逃 中会表示我也有一个逃 咱们谁怕谁啊 好 哎呀 这个曹皮这个九杀 看样子是要杀向我们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成为这个四个反贼啊 这个四个不动白大阵防御大阵里面的第一个突破口 好 好歹我们反馈了一个桃子是吧 这个曹皮估计忘记了我们是界限突破的司马懿可以反馈两次 那他桃有三分之二的机会被我们搞走的情况下 还来九杀我们 这点不太理智 我们抢了桃之后 又摸了一个桃 又回到了满血 曹皮的这个火力就白费了 好 我们这时候杀这个中瑶 中瑶是可以把白银狮子 那个这个这个作为活墨放在排位顶 他可能不想把白银狮子传给邓爱 结果直接被邓爱乐不思蜀教主人 好邓爱知道中瑶被乐不思蜀了 很机智 没有去打这个中瑶 否则他用白银狮子做伞的话就会回血了 他去打了张力 一滴血 有我们判官在这里 中瑶的乐肯定是过不了 你添过了 咱也把它变成不添过 好 这个戒律步把我们乐住了 他没有乐前卫的周泰跟中慧 明显是看不起那两个乐我们 好 张力终于想清楚了 开始这个强命邓爱 邓爱有伞应该展示伞 邓爱是怕掉血 不像中慧 中慧是可以稳定不展示伞 这邓爱应该是展示伞 周泰糊涂了 干嘛要气啥 难道又去吃饭去了 这明摆的干张力 中慧都有点看不下去了 是吧 这还看不懂吗 好 周泰可能认为二号位和三号位 张力跟中慧一直在相爱相杀 但刚才张力是明显的去搞了邓爱的 好 邓爱忍不住放出了万箭齐发 中瑶终于有机会把白银狮子放在排水顶了 但这样的话白银狮子估计是被中慧也摸到了 他拳击的时候把白银狮子摸去 放了一个五五风灯在头顶 好 曹皮把中慧给翻面了 既然被翻面了 中慧第二个拳 实际上不用慌着卖 是吧 好 曹皮又翻了周泰 我们找邓爱反馈了一张加一马 反正邓爱觉得他自己加一马也没有多大的用 吕布有本身就去砍他们 好 张力顺了周泰 周泰可以奋机 要找我们来划拳 我们肯定不怕的 这有一个桃子 队友还有一个桃子救了一下 这个决斗我们自己 还有一个桃子 中慧待会还亮过 之前还亮过一个桃子 那这样的话 离这个祖宗方顶着反馈 来杀我们四瓦一 那肯定会被我们的反馈折磨的痛不欲生 好 我们这一个借刀 邓爱一个囤田 如果囤了红桃 我们帮他改 这样的话 邓爱半天才囤一个田 要觉醒还要点时间 然后没关系 邓爱就当一个菜刀用 就可以了 这个中慧和邓爱 加上这个周泰 基本上三个人 现在都是在当这个菜刀用 好 这个吕布终于发飙了 一个九杀 我们要求两个逃 这个中慧小手一动 把两个逃逃来了 我们这两个东西随便你拿 你反正加一码已经有了 武器也已经有了 我们直接利欲你杀忠诚 但是被吕布给这个无限可击了 那我们就把吕布的这个武器 跟捡一码给下了 这个吕布非常 这个打得非常坑 明显应该拿我们的这个 这个青龙院刀 这样的话 下次还能有武器 我们要反馈两次的 结果把他两件武器都下了 我看你下巴还能干啥 只能悲剧的摸牌 棋牌过 好 张力又来找我们 他居然没有亮砂 这是悲剧 他亮闪都是砂 因为他已经医学了 那他手上又没有砂 又没有闪 那里给我们这个有什么玩意头呢 好 这个周泰一个顺手牵羊 不管顺到啥 这个张力都是没有闪的 那这时候潮皮的菊花 露出来了 在我们明摆的 有一张黑牌的情况下 这个菊花是一定会被爆的 这样的话 祖宗方的第一个突破头 潮皮就被打开了 同时张力也要完蛋了 随便一个杀 张力就要求桃子了 是吧 因为他是不可能有闪的 一血的张力无闪 这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他手上是个闪 只能悲剧的被气掉了 张力这个划拳 那个武容那个技能 本来就不是很强 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给他一个负面的锁定剂 这个民间在设计一将成名武将的强度的时候 确实让人匪夷所思 好 我们在这不动白大阵产生了极其大的效果 祖宗方已经被搞成这个样子了 我们以4V2这种绝对的优势 要围剿祖宗了 下一个就是中瑶 登岸的诸葛连儒已经搞上了 中瑶也倒下了 吕布应该可以摇他的小内裤了 结果吕布觉得他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没看出他有啥 好抢救的中瑶这一觉醒给登岸补牌 多么的无私 回血 慢慢玩 招什么急 是吧 好 你们看看中瑶表示给主一点希望 还是有点小坏 但是这种语言同时也是对主公的极大的刺激 吕布听到这种言语的刺激之后 赶紧以防反贼 对他实行场无人道的凌辞编尸行为 把小内裤举起来了 是吧 你看他手上的牌 你根本就没办法支撑他的翻盘 除非他能把诸葛连弩抢到 抢到的话 实际上也有点难 你即使突破了中会 你周泰也难得突破 要突破登岸也是一个麻烦事 好 这把我们反正以防御端 爆发出了惊人的效果 每次打我们司马懿一下就被我们反馈一下 这个副收益是相当的大的 终于主中方没有撑住 被我们完胜了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内阶了 主公又是选择了 这不是又是 当然第一局是孙奔 第二局是一个戒旅木 这种非主流主公我觉得还是比较弱的 主公没有防御端 当然戒旅木有个六血也算是有点防御端 但是总之还是不够不够硬 原来也不够萌 好 这个孙奔主公又出现了 我们作为一个主流的界限突破 曹操内奸 在这里看看厂商的情况 会不会有什么机会被我们利用 好二号位大桥 那是老公跟老婆相爱相杀 是吧 主公杀了他一下 他就流离了 那这个佐词 咦 这还是一个标大桥 标大桥还是比较弱的 这个方块是很难支撑 虽然靠着前妻 六张牌的爆发可以乐多个人 但是到后面就有点撑不住了 是吧 好 这个佐词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看样子 这是一个忠诚的 去杀这个大桥 大桥流离的话 这个佐词主公还可以激昂一下 同时又开了一个讨厌结义 明摆的跳钟的行为 这个佐词忠诚 他只要没有什么神奇的化身 咱内奸还是搞得定的 就怕搞得打着打着 他的神化身出来了 咱内奸不好控了 是吧 好 我们作为一个低调的内奸 想做个安静的美兰子 气了一个伞 直接过 所以有谁想杀我们 我们可以尖雄摸摸牌 是吧 好 这个马超如果是反贼的话 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好消息 可以帮我们压制一下佐词 但是坏消息是 他如果把佐词压制完了 我们可能就要被他压制了 是吧 好 马超的排序是错误的 他应该先杀 再火攻 这样佐词可以少卖一个化身 少卖一个化身 好 刘备是个反贼 有他抱养马超的话 马超每回合出一张杀 还是很有希望的 那这样的话 佐词的小命就有点麻烦了 他想刷出什么神奇的化身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另外一个神钟出现了是元素 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不是太大 祖宗方 尤其是两个忠诚 都是这种薄命消耗型的忠诚 虽然佐词不是 但是马超也会逼着他 打出薄命消耗的效果 我们一个内奸 就可以安静的看戏了 好 这个王机开始走起 又杀又决斗 又乐不思蜀 佐词时间被打得嗷叫 我们要不要无邪一下呢 也有结果佐词已经抢先 跟祖宫打了无邪隔击 也要祖宫的诸葛连弩 这一来 那这样的话 王机要成为反贼方的 第一个突破口 我们估计忠诚方是 佐词会成为突破口 我们待会就会进入六人局 是吧 好 那个王机的 刚才直接九桃子 都求到王机手上 王机肯定是撑不住了 是吧 好 这个祖宫最后也把这个 诸葛连弩顶掉 自霸元素一个武器 看样子 祖宫方现在已经占尽优势 这个大乔 乐住了这个孙策之后 自己也虚了 元素又给佐词 打了一个无邪 佐词挂了一个放拳 明显要躲奔 让元素连动两次 那这样的话 估计就要进入五人局了 这个元素杀了大乔之后 这个马超跟我们一起 把佐词给搞死 那这样的话 这个大乔再被搞死 直接进入五人局 好我们铁锁全场 然后看戏 看看马超会不会打出一些什么暴力的动作 好 先是一个杀 但是由于享乐的存在 他还要再弃一张基本牌 好 这个元素表示 哥还有桃子 还可以抢救一下 是吧 好 我们看这个刘备解了反贼的两根铁锁 然后火攻自己要带飞 佐词 看看带不带着飞呢 OK 这个主攻又淘了一个桃子 哎呀 这个刘备心意又来了个方天三杀 但是人家有享乐呀 你三杀还是没有起到效果 反而把自己给打虚了 好 这个元素行动先杀前卫的 大乔要搞死我们赶紧出个桃 因为主攻有可能这个乐会添过的 是吧 先把大乔给捞回来 反贼实在是崩的有点快 好 这个元素替主攻打无蟹 我们打仿无蟹 希望这个大乔再动一轮 再替我们打打工 大乔不负众望的掏出一个决斗 元素也是不负众望的 给了一个桃子 想再来一次放拳 再动两次 佐词继续给元素放拳之后 自己化身断肠 化了断肠 元素敢开蓝盘独青 那肯定又有一个桃子被削掉了 咱们就把这个蓝盘独青给剪了 是吧 虽然被热了 但是这个无所谓 这个热了之后 三血还是存得住 牌的大不了这个下次再放 好 这个元素 这个蓝盘收掉了刘备 待会马超的行动 我们是被热了 没戏 就留这三个牌 马超的行动 看看他会不会去帮我们吃这个佐词 他估计不会 要来打这个元素 可惜这个九杀怒叛一黑套 元素很轻松的躲过了 这样的话形势对我们就不利了 我们本来想进入五人局 是指的是组中类反反 结果进入了组中中反类 这种这种五人局 佐词还在刷到八个化身的时候 回处外挂出了一个断肠 那我们非常的郁闷 好 这个主攻一个冠尸符 九杀 把马超杀到一滴血 待会我们要是要连续的收掉 马超跟佐词的话 要面对这个满血的这个元素 还有这个主攻不一定好打 看看我们主角该怎么个玩法 佐词回合外还会挂断肠吗 佐词在犹豫啊 在纠结啊 是想了呢 还是断肠呢 咱有两血 要不要这个元素告诉你 不要想了 直接挂断肠 佐词也犀利的挂了断肠 大家看看咱们是什么牌 这是顺手切羊 来了之后正好顺个桃 第一个篮板甩出去 看马超死不死 马超直接求桃子表示没戏 死了 那死了的话 你就化身成为我们的三张牌 这三张牌里面有一张杀 有一个决斗 都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这诸葛连鲁 可是从头挂到尾呀 这把断肠就断肠了 现在只有我们可可能去杀这个佐词了 不可能有其他人杀佐词了 那就杀光 没关系啊 我们还有这么多进攻牌呢 有什么好怕的 这两个篮板甩出去 马超死了 佐词断肠了 手上还有一个篮板怒心 是吧 我们这一个决斗要搞下元素 是可以稳定的压血 两个篮板之后元素还出杀 是很难的 然后再来一个火攻 我们看元素手上有什么牌 一个伞 咱正好用一个杀 强压血线 元素挂了没 灯直接挂了 一个伞 一个青鸽剑 还有两个黑杀 看能不能把孙奔也搞死 一个黑杀 两个黑杀 哎呀可惜没有搞死 冒失了 这样的话孙奔觉醒了 好在他觉醒了 只有一血 我们还是一个四血 状态下 是吧 看看他能不能 这个 只要他回复不及时 我们还是能够把他给干死的 我们很机智的 留了一个无懈可击 挡住了这个顺头枪 哎呀 结果这个两个伞 白摸的 直接被扒光 是吧 插了一下子 裸奔了 看看这个孙奔 这一个杀 我们断肠 已经没有技能了 不要指望能够尖熊 好 孙奔还好 他也没有回复 弃了一个无懈和一个过河拆桥 哎 我们这 哎呦 这这这牌啊 不给力啊 我们先过河拆桥 拆掉他的斧头 乐不思俗 把孙奔给乐住啊 因为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啊 这家伙有阴魂 你留在手上也是白留 是吧 好 这把 这个孙奔连续的两张 都是暴力牌 幸亏有一个乐不思俗 好 拆掉他的杀 这一回就各安天秘 这一个激昂 看你能不能激昂到三角桃 你能激昂到 算得厉害 激昂不到 我们就拿下了这把 胜利了 真是不容易 待会我们那次 两个啊 黑沙突向孙奔 有点貌似是吧 毕竟这个两血一排的孙奔 你正好两个沙 很容易把它打成觉醒状态 你何况你有 祝贺连组可以缓一手 我们结果这个过于嗨啊 联收马超 佐词跟元素之后 嗨的不行 想一口气完成四连斩 差点班时扎脚 好在孙奔的运气 不行啊 那个我们又神奇的摸了一个 苏格连组 好 那今天的这个 三国沙录像就放在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 后面是波波波波为祸 砍三国 我们来谈谈这个刚刚被修改的 两个新武将 魏延还有这位黄忠 是吧 他们的这个事情啊 这两个人都是荆州派啊 都是荆州人 在赤壁之战之后 在加入刘备集团 然后在这个陆鼠的战斗中 在汉中争夺战的时候表现出色 是吧 刘备就一下子把黄忠给提拔上去了 前后左右将军跟关羽张飞马超 这个评级了 然后也一口气把魏延提拔上去了 让他成为汉中太守 大家都以为是张飞的时候 结果刘备给了魏延 是吧 当时大家都非常的惊讶 这种事情看似容易 实际上是非常有难度的 很多穿越小说里面 这个女主主人公穿越到了古代 成为了李秀君主 想拉拢人才 都是大力提拔新人 是吧 这种事情提拔新人 那新人肯定是对你感激 提灵 换句话说 黄忠肯定对刘备的提拔感激 提灵 以死相报 绝对的忠诚效力 但是刘备的那些老臣子 老员工会怎么想 那简直就是心寒了呀 这个最经典的就是我们的观二哥 当时直接就排桌子不干了 是吧 想当年关羽张飞 刘备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就跟着刘备一起打拼 三十多年了 现在才有这样的身份地位 结果荆州黄忠 赤鼻之战才加入刘备 这瞬间就跟关羽平级了 你说关羽心里怎么想 那气得哇哇叫的 钱将军的大印都不肯拿 是吧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领导必须要做好 老员工的思想工作 是吧 否则的话 这种不满的情绪支声开来 对刘备的集团肯定是发展不利的 好在我们关羽的政治觉悟 还是比较高 废师做了一下思想工作 关羽也就理解了 张飞在被魏延压过了 当然看中太守 张飞岂有没有哇哇叫 我们不知道 当然因为刘备就在旁边 张飞估计也不好发作 但是心里肯定也和关羽一样 不爽的 但刘备估计可以亲自做做张飞的思想工作 同理在曹魏那边 张辽总是跟月静 余静哪搞不好关系 也是我猜也是类似的道理 是吧 余静 月静也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曹操混的 结果新加入的张辽 平步青云 长的官职 叉叉叉的执掌 余静跟月静心里肯定也是不爽 曹操就派出照演 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相当于政委 一天大晚找他们三个人开会 谈心 化解他们之间的仇恨 好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穿越到古代 当君主 要知道领导绝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是你随便的礼贤下士 重用一下新人 就能搞得定的 当年周瑜在东吴集团混得很好的时候 臣朴非常不爽 鲁树受到孙权的重用的时候 张招那也是不爽 都是你处理不好这种事情 你招揽人才就会像狗熊掰棒子 那个掰了后面的掉了前面的 好 今天的这个 婆婆为货解说三国杀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